我現在要為各位介紹的是騎車前最重要的熱身 也就是伸展的動作 可以避免抽筋喔 首先為各位介紹就是身體向上延伸 盡量把手往上伸高 感覺收下巴頸部跟背部一直限定腳尖 讓你的身體盡量往上拉長 這是一個脊柱的伸展動作 因為騎車的時候常常會弓著背 所以說做這個伸展動作的話 可以把你的脊柱稍微放鬆拉開 OK 這個動作接下來完之後 再來可以做一個胸大肌的伸展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把身體 借著龍頭下壓 手肘往旁邊盡量的打開 這個動作可以伸展到我們的胸大肌 接下來介紹腿部的伸展 腿部伸展我們從臀部開始喔 記得在做的時候 一定手要支撐著座椅 或者是牆壁都可以 因為我們要有第三點支撐才可以穩定 好像就是座椅子一樣 一直腳翹高 然後坐下 記得扶著東西穩定 想像好像後面就有一個太空椅一樣 這個動作可以伸展到我們的臀大肌 記得喔 做完的時候一定要換腳 做雙腳兩邊都要做到喔 臀大肌接下來最重要就是最長抽筋的骨二頭肌 骨二頭肌我們怎麼做呢 可以利用地面 腳一前一後跨一大步 然後坐下 後腳彎曲前腳打直 翹腳尖 手摸著腳尖 一手可以支撐著車子 也可以支撐著任何物品都行 只要是穩定不會倒的 這個動作可以伸展到我們的腿後肩肌群 並免抽筋 接下來還有一個很重要最常常抽筋的小腿的肌群 肥腸肌喔 肥腸肌可以利用車後輪的地方 用腳跟靠近地面 然後身體拉直 這時候把車扶穩 手可以插腰 腹部收縮 肩膀放下 脊椎自然打直 這動作可以伸展到小腿 可以看到嗎 我們的小腿 小腿會特別的緊繃 這個時候就是有把肥腸肌拉長的作用 最後一個項目就是我們的股視頭肌 大腿前側 這多半在抽車的時候會使用到 一般來講大家都曉得說 把腳勾起來夾到屁股後面 但是這邊要跟各位提醒 上半身必須挺胸收腹 並且把膝蓋彎曲 然後後面的屁股夾臀 這個動作才是有效的伸展到前面的股視頭肌 也就是大腿前側